创世纪第25章 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图拉 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什巴和舒亚 约山生了什巴和蒂旦 蒂旦的子孙是亚书利族、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 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 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述出的重子 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 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 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 亚伯拉罕瘦高年迈,弃绝而死 归到他列祖那里 他两个儿子以撒,以施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 这洞在曼里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 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 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 亚伯拉罕死了以后 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 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 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 是以施玛利 以施玛利儿子们的名字 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 以施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 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山 米施玛,杜玛,马萨 哈达,提玛,伊突,南非师,基迪玛 这是以施玛利重子的名字 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十二族的族长 以施玛利享受一百三十七岁 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 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 从哈非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 正在亚述的道上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 利百加是八大亚兰帝的亚兰人 比土利的女儿 是亚兰人拉斑的妹子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 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 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 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死相争 他就说 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 他就去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对他说 两国在你腹内 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 这族必强于那族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生产的日子到了 腹中果然是双子 仙产的身体发红 浑身有毛,如同皮衣 他们就给他起名叫姨嫂 随后又生了以嫂的兄弟 少抓住以嫂的脚跟 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 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 以撒年正六十岁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以嫂善于打猎,常在田野 雅各围着安静,常住在帐篷里 以撒爱以嫂,因为常吃他的野味 利百加却爱雅各 有一天,雅各熬汤 以嫂从田野回来累昏了 以嫂对雅各说 我累昏了 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 因此以嫂又叫以东 雅各说 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 以嫂说 我将要死 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雅各说 你今日对我起事吧 以嫂就对她起了事 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 于是 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嫂 以嫂吃了喝了 便起来走了 这就是以嫂轻看了她长子的名分